因為我今天剛剛還在跟誰說 我說我只能蓋一個很小的廟 可是裡面有很多大菩薩的話會供不起 所以我也很高興說 大家都跟我一樣都很害怕的話 很多人都有些害怕 有些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樣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也都在同一個 Labo 上面 所以我想我就比較大膽的 今天就分享一下 這個福傳這個所謂的培訓 其實也是希望說是一個靈修 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侍奉 你做侍奉一旦有靈修就像兩隻腳一樣 如果缺的話就絕對是走不走的 一定會跌倒 只做靈修不侍奉也不會很久 所以我們主要的這個培訓的集中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建立一個101101的一個福傳祈禱的團體 所以這裡面主要是這個過程中只有三件事情我們要做 一個是做101的福傳 還有一個是一個祈禱 還有一個我們要建立團體 這是三個我們最大的一個方向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共識 我們大家就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因為是101一個帶一個 所以是會有一些會教一些祈禱的方法 這個POWER在台灣耶穌會福人大學的福傳中心 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祈禱方法 我們就要經過一些 大概在第五週左右吧 我們會開始介紹這個很特別的祈禱方法 經過祈禱以後再去邀請大家 所以我的集中的目的上建立一個這個團體 所以培訓以後 如果你們願意當然彌撒結束的來看看 跟播出一起就去接待新人也可以 所以禮拜六晚上的那個Watermark高中組的家長 我們現在也是在陪他們 希望在那邊能夠建立 找出一些能培養出一些小木桶 然後團體的話 我們也更希望能夠有一株人能夠留下來 我們真的就開始陪在那個福傳大會 甚至說聖哺君或什麼任何人碰到的人 新人來不曉得要怎麼辦 這新人往哪裡送 自己覺得自己又不夠 好像是不夠 或是像我從前一樣 碰到人不知道怎麼辦 好 至少有一個團體 我們經過十三個禮拜在一起 有一個團隊 我們可以像個球隊一樣 每個人剛剛聽大家的分享 那個章節個性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這樣的不一樣 我們變成一個肢體 我們也是因為我們這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相信當有各個不同個性的非教友 非教友我們在這邊叫他新朋友 新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這樣個性的人可以陪他 他可以說我跟他在一起交往很舒服 或者我跟那個人在一起我覺得很舒服 他就慢慢就會留下來了 所以我們一組人裡面 新朋友進來他可以找到一個 跟他覺得舒服很舒服的人 這個時候 這個101人又已經送到你面前來了 那我們培訓完以後 每個月還是會吃一次營養餐 一個月聚飲吃大概兩三個鐘頭 這個聚會裡面前面半個小時我們做祈禱 祈禱完以後大概一個半小時 我們可以做一些分享或團商的經驗分享 或者說有人有專體願意做一些教導 或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們的營養餐這個職活還是有 可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團體能夠帶新朋友 那這些時間地點這些到我們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再說 剛才說為什麼要建立一個團體 我們這個團體的目標主要是帶非教友 在培訓的這個十三個禮拜 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些失聯的教友 或者剛剛回來的教友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 我邀請他們來參加 因為我們這個的方式是很輕鬆沒有什麼壓力 我們就像剛才這樣 大家就分享我們生活中間很自然的這樣 沒有什麼大道理 沒有說誰比較有學問 誰比較漂亮 誰比較平均 就是天主給了你什麼恩寵 就像剛才這樣很自然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也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然後那個新朋友進來了以後 因為他是跟我們一個團體在一起 就等到他臨洗了以後 他已經有一個團體是他熟悉的 像普通的話就是新朋友進入木道班 就在木道班上課 可能就是認得木道班的 那一臨洗以後不再有木道班的時候 他沒有一個團體 那這樣留下來就很難 那這個的話 因為團體裡面陪了他臨洗以後 我們邀請他回來做小木頭 因為他熟悉這個運作 而且他會有很多非教友的朋友 他可以邀請朋友們進到非教友的 就是說復活節以後的 有非教友加入是在復活節以後 所以他認得非教友可以復活節以後 他自己可以繼續在這個培慶河團體 那血酬就越來越一直 這是為什麼沒有一個團體 這樣團體一帶一 因為101就越來越大 像這個血酬一樣 那剛才我聽到說 我們這次的這三個目標 就是一個101的輔轉、祈禱跟團體 這是我們三個 不論我們在這邊做什麼 都不要忘記我們三個其中的目標 然後我們只要有3到12個教友們 願意聚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培訓 這樣來做陪伴的工作 我知道我們今天在這邊 大概有10個人剛才有分享 後來又來了三位 就13位 那有些是要去禮拜五晚上的 有些是去禮拜天的 那所以說我們可能 有時候一個團體不到10個人 能夠有10個人是最理想 以後我會解釋為什麼要10個人 然後在這13個禮拜 我們把這個團體建立起來以後 我們以後就可以找人來參加 復活節以後 甚至在這個培訓裡面 你回到你的查經班團體 你覺得有收穫了 可以跟他們分享 你的熱火會打動其他的人 所以他們後面慢慢就會來 然後復傳的方式 剛才大家就談了很多復傳的方式 就是我們通常有點HESITATE去找人家來 所以這邊我們會教一些祈禱的方法 用五個禮拜 一個禮拜五天 用五個禮拜靜透式 Solking的那種非常深入的一個祈禱 我們第一個祈禱的時候是求天主給我三到五個名字 天主你願意我帶哪些人 所以天主給我們這個名字以後 我們會為祈禱五個禮拜 以後當覺得時間對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口去邀請 這一個我們到第五個禮拜的時候 會再詳細的講 就是剛才他一次提到說我們怎麼去 這一個是這個復傳團體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對 剛才大概就都看了過 就是我們的話在復活節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所有一切的準備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短程的目標 是經過五個禮拜期到以後 找出差不多五個人的名字 中程目標是在復活節的時候 我們要邀請他來參加復活大會 我們的遠程目標是希望他能夠進入到班 三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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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才講過說 我們怎麼樣的101 就是有個名單然後去遲導 是